这大晚上的 带这么些兵来 想做什么呀 警备司令部接到线报 说半个时辰前 共产党人沈彦卿的妻子 盛寒军闯了进来 我奉康司令之命 特来捉拿 你今天若是找不出共当 恐怕就离不开这儿了 北辰 不要为难张副官 他也是奉命行事 张副官 既然侍奉康叔叔的命令 那就随便看看吧 盛寒军 给我拿下 看你们谁敢 你说盛寒军就是林航警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莫先生 你就不用自欺欺人了 如果他不是林航警 萧北辰怎么会不顾一家人的姓名 替他掩盖呢 航警 是共党 你想啊 沈彦卿的妻子 就算他不是共党 也一定和共党拖不了干系 那你们想怎么样 佐藤先生的意思呢 是希望啊 你能出面 证明林航警的身份 萧司令 黄泉路上 不会孤单 等一会儿 你们老兄弟俩 就又能在一起了 你也要造反啊 大哥 您错了 就是借康某十个胆 我也不肯造反呢 造反的是萧海山 是他杀了您 我为您报仇 将他当场处死 在场的兄弟们 都可以为我作证 我算是弄明白吧 原来你才是狼子野心 处心积虑 一直想植我于死地 江山一守 这不就是我们的宿命吗 日本人想占领满洲已久 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筹谋 但有您在 他们就会忘了我 大哥 您为了兄弟 就 做出一点点的牺牲吧 我 不 小副司令 你真的是喝多了 该回去休息了 小副司令 我等着你 等你想好 主动来找我的那一天 小副 叫萧叔叔 安哥 沈大哥 我不知道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 他就生科 三岁半了 来 儿子 给叔叔唱个歌吧 唱个英文歌 嗯 好 唱得好 真乖 妈妈 爸爸表扬我了 你要讲给我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我们冰淇淋吃很多了 肚子里会太重重了 我们喝橘子水好不好 好 就是惯这孩子 喝橘子水肚子里也长重重 沈大哥 不好意思啊 行 今天还有些别的事 我们改天吧 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 好 我还有军务在身 谢谢你的好意 下次吧 本辰 小副司令 克尔 我们喝橘子汲水去 嗯 副司令 您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过来告诉你 明天的会议纪要 一支两分 好的 没有问题 这么大雷伤不怕吗 打雷有什么好怕的 副司令真是过分细致了 我看酒柜里 有几支酒不错 怪你着手 盛小姐自便 但明天还有工作 适当饮酒 遵命 早点休息吧 晚安 副司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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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